詞曲 林農夫 光臨 大家好 好像有很多長官 唉唷 我學妹們也來在這裡 真不好意思剛剛主持人說 我是頂桋有名的 ец知秋有出明 其實是這樣啦 今天看到有很多女生我很高興 我三十年前我去金屬工業發展中心開花 一百空八的 就我一個女生 一百空七的時候 都是男生 我是很抱歉 因為我一個女生 一百零七個都認識我 但是我要認識一百零七個 我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去到什麼場所 那時候 我看著我說 土董事長 很抱歉 你是什麼人 她說我就應該是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給你開花 給你開花 我說的 真的不好意思 你可以想像 一個女生 大家都認識 你不認識 我都很抱歉 我就記錄 我就是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給你開花 所以現在的話 看到我們黑手街 這麼多女生 實在是非常高興 我在民國七十年 我算是租我爸爸的藝術 叫我去做這個環山唱 現在大家看到我 才敢跟我講 沒有大家都不敢跟我講 因為在我二十八歲的時候 去這間環山唱 那時候沒有這麼胖 也沒有這麼醜 那時候真的是瘦瘦高高 氣質又好 長得又漂亮 結果 三十年以後 人家跟我說 等一下我不敢跟你講 三十年前 我看你在環山唱 我覺得鮮花插在牛糞上 你知道三十年前的鑄造廠 良心獎 真的 我現在很知道鑄造廠 就是鑄蜜 他會說環山的 當時的工人就是環環 所以就叫做環山唱 真的我記得 那時候大家都趕著腳 那時候趕著腳 那時候趕著腳 良心獎 這樣 就穿了一條 那些美元 那些股子 那些 我女生說起來 說得難得 也千金大小姐 你有沒有了解 你跟我換雙手 我真的是不知道 怎麼樣形容 講起來當時的勞工也是真的非常可憐 國家政府也沒那麼注重 在那個鑄造廠 真的鼻子就是員工的吸塵器 肺部就是他的吸塵器 那是我的感受 整間環山唱 就是泰國娜 庶民青族 你知道嗎 威斯筆 米酒 本人 粉 外交 你不知道 例如我們說廠海裡的鑄魚 公然賭博 反正鑄魚要等水 要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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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慢慢來 你五檔樓 你要等十檔水 你就要等兩點鐘 好 就把牙子放下去 我去說 那時候不可以保鑄 他說爽工 我就是鑄魚 你不來我就保這麼久了 你來的時候說不可以保鑄 我說本來的的時候不可以保鑄 不然我叫警察來幫你看看 可以保鑄 這樣就對了 他就說 那這位老闆老闆這麼滑 什麼 不可以吃本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說真的 真的 講起來 這是 因為今天是PMC 有嗎 叫我來講故事 我就說一些故事 給你聽 同該好笑的時候 現在碰到我的人 都說我講說 等一下 我跟你說我30年前 我真的不敢跟你說 現在這麼敢跟你說 就對了 我是覺得你很可憐 有沒有 鮮花紮 這句有的同該好笑 鮮花 我說什麼叫做鮮花 插在牛糞上 反正手也不是牛糞 也不是這樣 今天我要跟各位講故事 就是說 慘念 不然我先跟我的故事先說 就對了 其實我那時候 我最初要去上班 我要去哪裡 因為我要去小孩 小孩 小孩說九點上班 三點半就下班了 怎麼可以來工作才好 不知道三點半也要 還有很多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的心願說 小孩不錯 九點上班三點就下班 第二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老師 因為還有春假 還有寒暑假 你有明白嗎 這個頭路也不錯 那時候真的 我想的話 我是想要去銀行 要不 我就是要去 當老師 不好意思 我是名傳畢業 我名傳65年我就畢業 再來第三個頭路 我就想要去 對我從來沒有想說 我自己 本身真的 要做生理 要來開分手 第三個 其實我喜歡 像我現在的 我的學妹 有沒有 蔡衛青 去到一個很大的公司 有沒有 做財務主管 我就把這個工作 關我好就好 當初 真的 我的傷害規劃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 有在說的 改變 跟那個 計畫永遠都是 趕不上變化 我來接這個鑄造廠的時候 那時候 我是在保險 我要去參加考試 我要做工夫人員 對 工夫人員 是我第四個選擇 就像我們在菜客廠 這樣就對了 喔 招求完略的時候 也不錯 福利又不錯 所以說 那時候 我是剛好的 我在外面補習 我爸爸是開化工廠 那時候做水博蕾 和CO2 早期是CO2 和水博蕾會造魔法 去買這間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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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跳票 我爸爸想說 我讀會計 我讀明傳 叫這個女生 回家 看這間 公司可以投資 不可以投資 我跟你講 4月30號跳票 其實我從9月份 我就開始準備 我要去科高考 我已經讀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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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 告訴我 我讀書 你讀書 你只要來評估 說這間 反手唱 我跟導師看 可以 我跟爸爸說 我跟兩國月 就要考慮 對吧 你 等我考慮 考慮 之後 我爸爸說 等你考慮 之後 這間 剛唱 倒掉了 因為他媽媽 沒有心水壇 沒有資金 去買資料 我說 那時候 我真的是 一心一意要考試 結果 我就不理他 我跟爸爸說 好 你養得這麼大 有沒有 那時候 爸爸叫你回家 說你不回家 你孩子不回家 不要回家 我說不要回家 我說 我23歲畢業 我吃頭肉 吃到28歲的時候 我經濟獨立 我沒有回家 我就不理他 我就繼續念書 還是我媽媽 她比較聰明 人家說 姿女莫若母 她知道這個女生 用的不好 一定要用軟的 讓我聽到的聲音 我爸爸也說 你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她想說 這不好 我媽媽的膝蓋 她說 你讓我告訴你 你們爸爸和你一起 他很堅定 所以說 你要考試公務人員的聲音 不然限制 你今年二八歲而已 你沒有考 明年就不可以考 公務人員 你要考什麼的聲音 三十五歲、四十五歲 都不可以 所以你回家 你這些的聲音 你今年沒有去考 你明年還有機會 你的聲音 你再去考 我說 媽媽說好 我回家處理你 我還要考試 結果 被我媽媽一騙 回來就三十年 農女換衣服 都不可以處理 到今天 那時候 實在說 就對了 這件換衣服 這件換衣服 鬥氣了 當然 這個 我們以前 當衣服 就做我的總經理 結果 我一天 這間換衣服 第一年 我再說 9月1號 的時候 入主這間公司 第一年 那個料 八十幾萬 第二年 料兩百幾萬 第三年 賺五百萬 就彌補 複製 多四年 就要分錢了 我總經理說 的時候 那時候 他一直賣股份 賣到我們 九十幾百 一百 五百萬 要拿出來分錢 我就開兩張支票 一張四百 六十萬 一張四十萬 要叫他回家 他說 我請問你一下 四百六十萬給誰 我說給我們 四十萬給誰 給你 他說 你怎麼分錢 我怎麼分錢 我說 他鼓勵 不是照股份分 不然是支票 你開看要分錢 你有了解意思嗎 結果這樣 他就出去了 我們總經理就出去了 我們總理出去的時候 我們總理出去的時候 好嗎 良心講 都跟我的客人說 說 我出來之後就對了 這個小孩 在這間凡座唱 一年沒有收 三年到底要收 他不敢說我們 他不敢說我們會 他不敢說會倒 因為我有法官唱 才有可能會倒 他說到底會收 人家問說怎樣 一個小孩 他說 他糟糕 不好意思 放油也不會過好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那時候我爸爸跟我哥 是在化工廠 我們有三個化工廠 所以就只有把我一個女生 人家都跟我們說 你怎麼去煮照廠 我說 就我們找男朋友 做男朋友 要做男朋友 要怎麼辦 那一年我爸爸 良心講 我爸爸也過世 我爸爸很幸福 因為我們總經理出去 他們又沒有辦法到這邊來幫忙 救我一個女生 早期我們說 我們在這製作 會是因當自己很多人的話 有這個體認 就是說 黑手的都要去酒家 我爸爸煩惱說 一個女生 是要叫人家酒家 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這個鑄造廠 是非常難的 所以說他兩難 我跟我們爸爸說 那時候 其實也不是我們總經理 像我們總經理自己的 還在開一間鑄造廠 還在我們這間總經理 我是跟我們爸爸說 你讓他出去 你不出去的話 映傑永遠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 他在映傑做總經理 有沒有 高政府也開公司 對不對 所有秘密他都知道 要自己再開一間鑄手 這樣 是不是 在他外面拿工作 好多東西拿去他那邊做 他煩惱要拿到映傑 映傑絕對倒 我們爸爸說的 那時候 他如果出了映傑也有可能會倒 我說為什麼他出了映傑會倒 你要不要去酒家 你也不怕喝酒 我都不會喝酒 也倒 我跟爸爸說不見得 他如果沒有出了一定倒 但是他如果沒有出了映傑 三天的時候 會空了一定倒 你的心讓他出了 不一定會倒 結果的話 老實說 還好我爸爸有相信 我的話 就讓我們總經理出去 才有今天的映傑務 今天映傑就對了 那我就要告訴我的員工 你們很倒楣 你們的話的老闆是女生 所以女生不去叫人家 喝酒 不去叫人家 很多應酬都不會 所以說 我們唯一生存之道 就是要怎麼樣 人家一定要認真 平靜要做得好 服務要做得好 台中是群聚效果 我們的韓傑還在家裡 對吧 我說的 人家的 你如果不做比別人還好 逐漸你沒有比別人更好 人家在台中的 就做不到 又有辦法流來 你又要家裡 所以說我一直跟我的員工強調 我們唯一的生存之道 就是要把品質做好 服務做好 我們好好生存 剛才我們這個觀光的時候 他們都有危機意識 想想的也對 我們這個老闆女兒 有沒有 以前他沒有辦法去跟人家 教育應酬 所以說他也很人魂 所以他們就 很努力做 才會有今天 我今天去聊天 也要向大家報告 是我們PMC的叫我來報告 就是因為第一 駐造場女生本來就很少 我們的話還有一群 就是女生 這是無心插柳柳長印 但是 其實也可以給各位 本來女性就是 人口裡面就半數嘛 那不是這樣 所以說女性真的 還是可以撐起半邊田 這個女性 可以說的時候 真的好好可以用 女性要養一家戶口 你一個月給他三萬塊 她的時候覺得很少 但是你女生要給他三萬塊的時候 我告訴你 她真的很感謝你 就會好好地行 來工作 所以說 其實現在恰常 又不要體力的東西 有很多工作 其實是可以用女生 來取代男生 那現在的話 就看一下 我們的產業人才 培養就對了 下面嗎 下面嗎 像我們現在的員工的行 我們72年次到85年次的行 會佔了17% 這會行 就是我們公司的話 算是蠻年輕化的就對了 現在的行 61歲到70歲 還是有7% 但是我們17歲到30歲 佔了我們公司的行 17% 31歲到70歲的行 像我們公司的行 29% 這個人就在雜誌上的行 女人當家培養二十名外配 我們現在的行 還有台灣人的行 現在在現場工作 其實一些不要很耗體力的行 女生來做的行 都可以 這就是我們的女子軍團 很多男生去跟我們公司 都問說 土董 你們怎麼這麼漂亮的辣妹軍團 是從哪裡來的 我都開玩笑說 你們女兒帶回來給我用 外面不是你們女兒帶回來嗎 對不對 外面都這麼漂亮 你們女兒帶回來 你們女兒帶回來給我用 所以說的是 我們裡面有很多的行 好不好 我們的女子軍團 我們自己傳產業 我們要想說 我們面對高學歷 少子化舞 我們要合處群 就對了 我現在發現到 人都是群體的效果 你只要一個人 好不好 就是孤教 孤教插棍的時候 孤單寂寞 大部分的時 都由伊林寺 為那個學校都會做 但是為什麼 人家在擺腳 好不好 小孩子都現多 整隊的時 都外隊來的 你有了解的意思嗎 當時就是群體的效果 所以說的是 現在我們公司也是這樣 只要有一個年輕人進來 讓你叫他去照 你有了解的意思嗎 照完之後 他就會有一群很年輕的人來 現在我們要說的就是 客戶原工什麼人那麼重要 其實同樣的時 重要 不過我們都是比較重視科夫 都沒有重視員工 你常常沒有原工的時 也不好 所以我現在都改變了 我都告訴我自己 我對待了我的員工 要跟對待科夫一樣 我們客戶的時 我們會偷起手 去教育應酬 對吧 員工不會 其實小孩子很可愛 你如果問說 這個人家怎麼樣 你什麼怎麼樣的時 他就認為這個老闆 他有在關心你 他會比較喜歡待在 就有人說的 有時候 尤其南部人 親母子而已 這老闆有關心我 他就很爽的 他就喜歡待在你這邊 幫你做事 有時候 你覺得比較穿錢 他會覺得老闆不重視他 他不會送你 他也不可以幫你做就對了 當然的 我的環境也是要改變 像我的廠現在 通風 各方面 尤其現在這個 就是要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有一個 成功的時 自然倒風設計 所以我們的廠房 是24小時 環境 在裡面的話 有沒有工作 他不會很辛苦 我們這個 有一個 我這個廠房 沒有去進行 這些小孩子 全部都20歲 做冰檔 去我們公司 兩點鐘就走了 現在的話 我把它環境改善 之後 去住那裡 好 健康進場之後 那時候 要讓他住 當然 我就說 你要去關心 稍微關心他一下 不過 我是認為 還是要有師徒制 現在 國教師 也在推師徒制 對不對 那時候 你孩子買了 你當然有一個師父 要他帶 所以 我就說 來你帶這個 就會跟他講一下 這就是你的老師 這就是你的土地 就是 即使這個師徒制 在我們公司 就很早 就有施行這個師徒制 就對了 那時候當然也是要有利益 你吃進來 你一天的 一千塊 你學會 可能的 可能的 就把你生的 錢錢錢錢 就是有一個利 在那邊誘導他 還有給他一個願情 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嗎 還有給他一個願情 就是 你學債之後 你一塊 有可能 十萬 八萬 所以說 有一個願情給他 他可能就會待著住 這就是 我們的 員工宿舍 這種大樓 也是我們的員工宿舍 我們是中央空調 這也是我們的員工宿舍 他們都輸出的 就有蝴蝶子 有沒有 其實也沒有什麼 人家去一家 就像我正式的 就不會輸出 那些人工的錢 大家說這是民宿 開機也沒有多少錢 就是跟他變化一下而已 這是我們公司的宿舍 這就是 有一個 就是打造奧里山 製造船機 老委會 他跟館中民 來我們公司 他們很高興 看到我們這麼多 年輕的學者 這個人工宿舍 他很高興 這就是 教我們那些人工宿舍 合照 直信局也有來 直信局也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發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贏錢 就是不會缺 就是要把它營造一個大家庭 現在不說 要叫泰國娃的時 都叫沒有 我們到泰國娃 我們也沒缺 因為一個人就叫一個 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不會缺 這個直信局也 教我們這些人工宿舍 合照的那個 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的話 好好利用 人口的另外一半 就是站在這邊 還有待會兒要上來的 我女性 那的話你們的員工勞力的話 就可以解決 謝謝各位